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這個是一個正五邊形 那他現在要你在這個平面上 在ABCD這個正五邊形所在平面上 找一點P 使得PCD的面積 跟VCD的面積要一樣 他問說這樣的點總共有幾個 答案是有五個 有五個這樣的點 那哪五個我們現在來找 這個的話 當然第二個條件 第二個條件是說 除了PCD的面積跟VCD面積一樣以外 還要使得PAB 這個是一個等腰三角形 那這種P總共會有五點 哪五點我們現在來找 我們看這個P的話 只要什麼呢 只要在這一條直線上的話 他的面積 這個P這個面積 PCD的面積 跟VCD面積就會一樣 為什麼 因為同底 然後等高 為什麼 因為這一條線 跟這一條線平行 那麼他的那個高 他的高的話 就是這一條線 跟這一條線之間的距離 VCD的那個面積 就底成高 PCD的面積也是底成高 還有呢 在哪一條線上 線上的話 面積也一樣 就是說 以這個當對稱走 把這一條線 對稱過來 這個距離的話 跟距離 這個距離也是一樣 好 那這樣子的話 在上面的點 在上面的點 PCD的面積 跟那個 VCD的面積會一樣 為什麼 因為這個高 跟這個高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 這五個點 都在這兩條線上 然後其中有四點 會在這條線上 有一點會在這條線上 好 那哪四點 首先 這裡就一點了 這個我們又說P1 因為這是一個等腰三角形 滿足了 第二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的話 當然會滿足 只要在這條線上的點 它都會滿足 這個條件 第二個的話 這個點的話 是以這兩邊 當等腰 好 第二個點的話 就是說 以這個當圓線 啊 以這個當半徑 我現在給它畫一圓 那根本這一條線 有一個焦點 這是P 那這樣的話 這個也是一個等腰三角形 因為這一邊跟這邊一樣 還要往這邊畫過來 往這邊畫過來的話 這裡我會有一點 那這也是P 這個叫P2 這P3 這一個跟這個一樣 那這個也是一個等腰三角形 第三點 那第四點的話 是什麼樣的點 就是說 我現在 做這個AB的垂直平溫線 這個垂直平溫線上的點 到達A跟B 它距離會一樣 所以這個就是個等腰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就跟 這一條垂直平溫線 跟這一條線 這一條平溫線 就是這個B1 這一條直線的焦點 這是P4 首先呢 這個在這一條線上 所以 它的面積 會跟它的面積一樣 然後再來 這一點的話 到達B跟A的距離是一樣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等腰三角形 這是第四點 第五個點的話 在這裡 就是我將這個 再把它延伸過來 延伸過來的話 這個焦點就是 因為這一點的話 這是P5 P5到達B跟A的距離是一樣 所以這是一個等腰三角形 而且的話 這一條線上的每一點 它構成的面積 這個 這個PCD的面積 跟什麼呢 跟那個BCE的面積 為什麼 因為高是一樣的 高是一樣的 底也是一樣的 這樣五個點呢 就全部找出來了 它是一個 積極化了